防彈少年團Gin在今天入伍 前兩天先PO出自己替平頭的自拍照 說這個新造型比想像中可愛 粉絲們除了笑說果然帥的人替平頭還是帥 也感嘆對Gin的入伍突然有了實感 而令人感動的是 原本遠在墨西哥拍攝綜藝的成員V 昨天也特意飛回韓國為哥哥送行 今天一早Gin就前往訓練所正式入伍 畫面中六台保姆車依序開進訓練所 許多媒體猜測應該是BTS全員一起去為Gin送行 滿滿的團魂讓粉絲們感動不已 不過讓網友更驚訝的是 先前Gin早就向粉絲們喊話 希望大家都乖乖的不要來送行 因此現場就真的幾乎沒有粉絲 也讓攝影師和記者們都感嘆到 真的是犯隨IDOL 因為我真的沒有朋友 因為我真的沒有朋友 因為我認為BTS的朋友很喜歡 我真的沒有朋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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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隨著大哥Gin的入伍 大家也關注起其他成員的相關消息 今早南韓軍方也透露 將在2023年入伍的二哥Suga 因為肩膀一直有傷 還曾接受過肩關節手術 很有可能被分配到替代液 不過若是本人希望還是能以現役入伍 消息釋出後讓粉絲們更是不捨 也開始倒數著2025年 希望BTS全員回歸的日子快快到來吧